家长走了 孩子怎么办 闭眼焦虑 亟待解决 你现在老了 你要求人 你不求人不行的 社会组织开展议定监护 能否破解养老脱孤难题 你们急需建立这样一个多部门协同的 这样一个机制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随着老龄化人口 不断增多 不少老人面临这样的困境 他们有的没有子女 有的虽然有子女 但无法履行监护责任 当他们渐渐老去 就会面临就医 照护 财产处理等诸多麻烦 不仅是老年人 家长走了 生病的孩子怎么办的焦虑 也长期困扰着一些心智障碍者的父母 2021年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关于议定监护的规定 为解决这些困扰 打开了一条新路 那么究竟什么是议定监护 他能否破解养老脱孤难题呢 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这个男孩名叫浩浩 今年18岁 他吹奏的是蒙古族歌曲 梦中的俄吉 你知道俄吉在蒙古语中的意思吗 就是妈妈的意思 我小的时候没有妈妈了 浩浩是先天治理障碍 五岁时母亲因病去世 父亲也离开了他 十年前他被送到了这所残疾人祭养园 因路程遥远 83岁的外公很少人来看他 但这天下午浩浩格外开心 因为他的另一位妈妈今天来探望他 杨黎明提到的爱托付 是上海的一家慈善组织 由心惧障碍孩子的家长们发起 定期提供探望服务 杨黎明自己有一个21岁的孤独症儿子 所以他更能理解浩浩的心思 三年来每月一次的探望 让他和浩浩有了很深的感情 每次探望的这几个小时里 他都把浩浩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 他把头枕到我的肩膀上 这样浓入 把我当成妈妈 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心酸的 像杨黎明这样的志愿者 在爱托付有90多位 他们都是心惧障碍孩子的家长 林云健是爱托付的理事长 每次探望都会带上孩子们喜欢的零食和玩具 有时还会带上他14岁的孤独症儿子小麦 时隔多年 林云健仍记得小麦三岁被诊断为孤独症 之后他辞去工作和几位家长一起成立了爱托付 三年多以来爱托付已经组织了三百多次探望 给心智障碍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带去了温暖 但终究还是不能化解家长们的闭眼焦虑 我走了孩子怎么办 心智障碍者家长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出现意外或去世后 没有人为孩子履行监护职责 民法典规定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林云健告诉记者 爱托付只是慈善组织 无法成为心智障碍孩子的监护人 所以不能协助孩子处理财产 入住福利院养老院等各项日常事物 这个是一个很艰巨的责任 爱托付目前的这个能力 他也不具备做监护人承担起这个重任 虽然慈善组织无法成为孩子的监护人 但林云健他们希望从探望做起 逐步探索成为有能力接受心智障碍者家长托付的议定监护人 议定监护简单来说 就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监护人 他于2013年首次进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021年正式施行的民法典规定 成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 选择其他个人或组织作为自己的监护人 父母也可以通过遗嘱为自己的孩子指定监护人 在爱托付这次的探望中 我们还认识了83岁的尼大荣 他的担忧更为迫切 我已经83岁了 他以后一个人怎么办 尼大荣的儿子费迪是智力障碍患者 今年已经45岁 原先尼大荣每半个月就会把费迪从寄养机构接回家团聚 可最近因为身体不舒服 已经三个星期没有接他 结果费迪发脾气了 在寄养院卫生间里用力撞墙 把自己的头砸破了 本来我是商业中心要来看他的嘛 那么血压一升过我自己不行了 我也不能来看他 所以这时候躺在床下就感到 真的是无奈啊 是吧 年纪大你说再找个十年 我不可能这样的 我的思想就是能自己做不要求人家 自2018年老伴去世后 尼大荣就一个人生活 这次听说费迪受伤 他从早上六点半就开始准备 路上花费两个半小时才赶到寄养机构 探望完再回家于是傍晚 身体早已疲惫不堪 尼大荣不仅要考虑残障孩子未来的监护人在哪里 也需要找人来监护自己的晚年生活 你现在老了 你要求人 你不求人不行的 一定要靠人家帮助 我就把希望就在我的侄女身上 但是我也有担心的 为什么他小孩在美国 他两边要跑 采访中尼大荣告诉我们 如果他的侄女不能作为他的议定监护人 那么他也在考虑选择社会组织 做自己和孩子的议定监护人 在国内的议定监护实践中 监护人既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社会组织 在上海已经出现了在民政部门登记的 全国首家专业从事社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 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 那么和自然人相比 社会组织在议定监护服务上 又有什么不同吗 一大早 靳善监护服务中心的费超 就来到一家静老院 他要给正在住院的一位老人 拿一些春季的衣服 他去的时候天比较冷 现在天热了 这个就带两件好吧 可以可以 费超拿好换季的衣服后 就急忙赶往医院 这段时间 老人高烧反复不退 已经在医院 治疗一个月 费超表示 这位老人是他们的议定监护对象 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 他不能透露他的姓名 老人今年68岁 没有孩子 丈夫去世后一直独自生活 去年老人入住养老院 需要签字时 却找不到人 就决定 跟费超所在 社会监护服务中心 签订议定监护协议 协议分为代理阶段和监护阶段 当老人意识还清醒时 属于代理阶段 监护中心会照管老人日常生活 并办理养老院手续等 老人失能失智后 便转入监护阶段 他们会按照委托人意愿 做出医疗决定 处理身后事物 老人可以随时终止协议 代理阶段的费用 基本上就我刚刚说到的500块钱一个月 然后监护阶段 基本上就是2000块钱一个月 这位老人签订议定监护协议 这一年来 费超平均每周一次探望 老人这次生病 出现了一些认知障碍 可对费超还是非常信任 看望完老人 费超又来到医院收费窗口 对他前一个月的医疗费用进行结算 之后费超会找 议定监护人的监督人来报销 虽然民法典没有规定 议定监护必须设立监督人 但谁来监督监护人的行为至关重要 所以目前议定监护的实践中 通常建议老人配备监督人 监督人由老人自己指定 负责对监护人履职进行监督 在这位老人的议定监护协议中 监督人是他的一对朋友夫妇 他没有房产 那他的这个小额的存款 其实是放在他这个监督人这里的 然后监督人就定期支付 这个养老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费用 我们更加关注的是老人服务的本身 而不是他的这个财产 因为毕竟老人已经支付我们 相应的服务费用了 在议定监护实践中 财产无疑是其中最敏感的一部分 尽善创始人顾春林向记者强调 他们的监护服务内容不涉及老人财产 签约的老人一般通过遗嘱遗赠抚养协议 或在公正处做委托提存等方式 安排自己的财产 财产纠纷以及由此带来的争议 一直伴随着近年的议定监护实践 2020年上海宝山一位八旬老人 指定一位水果摊主作为自己的监护人 并在其过世后 将价值约300万元的房产赠予水果摊主 但由于老人的家属对监护和财产安排有分歧 最终双方不得不走上法庭 经济半小时栏目在2019年 曾拍摄过一位议定监护当事人周素梅 她在议定监护过程中 就曾因老人财产而困扰 2017年周素梅接受朋友阿敏病重时的委托 为其父亲周金瑜养老送终 然而周金瑜还有一个女儿 也长期生活在国外 却质疑周素梅是为了获取父亲的财产 当一个人要面临死亡的时候 委托你的 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我也就不把她们的流言蜚语 不把她那个女儿的那个辱骂当回事 无血缘关系的周素梅和周金瑜 最终通过公证处签订了议定监护协议 把一直以来的承诺监护关系 变成了法律承认的议定监护关系 周金瑜老人在2020年初去世 2024年4月我们又见到了周素梅 她表示在议定监护的相关文件中 周金瑜给周素梅留了一些财产 除了用于给老人看病和料理后事 还有的部分她捐赠给了公益组织 她坦言以后可能不会再做议定监护人了 很多人就觉得你们肯愿意去照顾一个老人 你肯定会有收益啊怎么啦 其实对我来说我没有考虑这个 你看我这个家也挺好的 假如别人再叫我去做这个事的时候 我真的也会掂量掂量的 因为这个流言蜚语 一般的人是承受不了的 没问题的 爱托付理事长林云健告诉记者 哪怕是被孩子找好议定监护人 心智障碍者家长还是非常担心 自己的财产无法安全使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特别是上海的家长就有房产 房产就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啊 那这些财产怎么把它用到孩子的身上 谁来管这个钱 2022年7月 爱托付接受上海市智利级亲友协会的委托 开展了心智障碍者家庭财产托付与管理的课题研究 报告建议 由政府作为家庭财产的受托人 将残疾人父母的财产用于孩子的养护养老 并定期审视监护人以及生活照顾方的工作 上海是按照每户家庭的这个房产300万来计算的话 那么这11万的人群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资金 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一个金融产品 这部分资金就沉睡沉没在那里了 然后这些孩子这些特殊人群还要靠政府的托底 由这个政府来出来当受托人 能够把这部分资金盘活 那么金融家长的放心 政府又能减轻负担 记者注意到2021年7月 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到 对弱监护无监护等缺乏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残疾人 探索建立财产信托制度 近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理事长顾春林表示 近年来中心得到了上海米航区民政局等部门的关注和支持 他们承担了一些政府采购项目来补充收入 截至今年三月底 监护中心已经和23位老人签订了议定监护协议 还有20多例在等待公正程序 其中有一位流浪老人 是在上海民政部门见证下完成了议定监护关系的确认 相关费用由民政部门主管的救助站脱底支付 最近上海米航区法院在判决中 又把一位无民事行为能力老人的监护人 指定给监护中心 在顾春林看来 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认可 这个法院的判例是非常重要的 确实是有里程碑意义的 社会监护的这个需求 它就是越来越多的 但是我们的供给端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也希望说有更多的精善 出来它才可以去应对这样这么大的一个需求 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监护需求 广州也正在积极探索 蔡胜是广州立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的创始人 这是广东首家专业从事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 蔡胜告诉记者 他们每个月至少会做一次公益普法活动 虽不能带来收入 但他认为这样的活动 可以帮更多老年人了解一定监护 在这一天的普法活动中 75岁的郭阿姨听得特别认真 她是来为姐姐做议定监护咨询的 她的姐姐已经80多岁 两个儿子都去了国外 目前一个人在佛山独居 蔡胜原先是一名专门负责 遗嘱领域的法律工作者 2021年11月创立了这家社会监护服务中心 以法人形式提供监护服务 虽然潜在需求巨大 可目前的签约量却很少 到现在总共是签数了6例 目前还在咨询中有8例 看上去其实不多 但实际上我们背后每年的咨询量 都在200个左右 他们会去考虑会观望 这个都是一个很正常的 据蔡胜介绍 像他们这样的社会监护服务机构 是民办非企业单位 可以收费 但费用主要用于机构持续运营 属于非盈利性社会组织 他们根据不同的服务需求来收费 代理阶段每月3至500元 监护阶段每月2000元 同样不涉及老人的财产处理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由于成立时间不长 目前许多老人还没有建立起 对社会监护机构的信任 这也是让老人们 犹豫不决的原因之一 那么谁来监督管理这些社会机构呢 广州市立湾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他们会对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的 业务运行财务收支等情况 进行日常监管 除了他们自己提供他们的 这个联徒报告和联徒审计报告以外 我们去到现场检查 检查资料抬照 也会有委托第三方 对他们进行一个审计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 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借着你的光 走出了黑暗 4月2日是一年一度的孤独正日 戴荣来为儿子的表演助力打气 张俊奇两岁半时被确诊为孤独症 戴荣一度希望比儿子能够多活一天 因为他无法想象自己离开后儿子怎么办 现在戴荣心里多了一份底气 他马上就要为儿子签订议定监护协议 如果没有人去踏出第一步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前面还会有什么问题 你必须一步一步去踩 可能需要有一批的家长在走在最前面 去做小白鼠 即使我这一代不行 我觉得也可以为下一代的家长踩出一条路 戴荣的议定监护协议已经筹备了一年多的时间 这天上午戴荣和蔡生一起来到了广州南越公正处 对协议的一些细节进行探讨 在这份协议中 戴荣通过遗嘱将更了解心智障碍群体的 阳碍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指定为儿子的监护人 让更懂监护专业事项的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来做监督人 虽然她还有一个比儿子小12岁的女儿 但戴荣更愿意选择社会组织作为儿子的监护人 如果是妹妹作为她的一个监护人的话 她的责任太大 而且我觉得对妹妹不公平 不用去考验人性 所以我们更希望说有社会组织来做这个监护人 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时候我们连移植都不用改了 它就很顺畅的一个流程了 就直接动产监护信托了 据了解 目前国内大多数议定监护协议 都是到公证处办理公证 公证处会起到公共监督的作用 公证员周哲林告诉记者 这样选择社会组织作为监督人的案例 她还是头一次遇到 不过她认为这种做法值得推广 可以和公证处的公共监督形成一种双重监督 当然我们公证处会作为一个公共监督的一个职能 就有需求的话 我们会去看一下她监护发生之后的一些监护职责的旅行 但是我们更希望的话 就是民法典上的村居委 或者是被监护人单位 或者是更好的类似一些社会的组织 能承担一个监督人的角色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民法典原则性规定了一顶监护的法律制度 但却没有明确规定一顶监护实施的详细内容 所以在实践过程中 需要靠设立监督人 公证处公证等环节 完善法律缺失部分 但也存在执行标准不清 部门责任模糊等隐患 为此专家建议 尽快建立一顶监护多部门配套机制 帮助其更好落地 监护它涉及到很多的部门 比如说我们的司法部门 我们的民政部门 我们的卫健部门 妇联 残联 寄生 很多部门 是由谁来牵头 对吧 那我们可以参考国外的这种公共监护办公室 我们急需建立这样一个多部门协同的 这样一个机制 张继元长期研究议定监护领域的课题 他表示 作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日本在2000年就开始议定监护实践 此后20年里 亲属担任监护人的越来越少 非亲属和专业组织担任监护人的比例逐年上升 我国民法典规定 民政部门和村居委会是兜底监护部门 会对缺失监护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供兜底保障 但面对迅猛增长的老龄人口 只有建立政府部门与公益组织 共同构建的社会化监督体系 才能破解当前的难题 未来我们要尽快去建立我们这样一个社会化监护服务 才能够满足这样一个极具攀升的一个社会化监护服务需求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议定监护的这些案例 它都是目前来讲真的是冰山一角 小小的一角 下面有很大的一个需求 议定监护给老年人养老和心智障碍家庭脱估 带来了新的解决方案 也让我们每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 不过调查中我们也发现 与庞大的社会需求相比 能够提供议定监护的社会组织还屈指可数 同时议定监护在发展中还面临不少瓶颈 相应法律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法规政策出台 推进政府服务与社会服务互补 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余生托付提供更多选择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